最近有不少海外华人问我 美国护照是不是可以回国了 因为他们看到中领馆的最新通知 就是9月15号之后 美国回国需要做核酸检测 之前其实也是需要提交核酸检测报告的 但是之前是5日内的结果 这次是登机前3日就要完成新冠核酸检测 所以可以看得出对核酸检测的力度又加大了 所以这边有很多人在反映 说美国的检测效率非常的慢 通常要3到7天 3天的话是不可能的 而且有非常多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此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使馆说的是以检测报告的出具日期为准 就是你拿到结果的日期 不是你去检测的日期 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然后就有不少海外华人问了 这个就是不是意味着海外华人可以回国了 因为他一上来是这么写的 9月15日起 美国附华乘客需要提交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 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护照也可以回国了呢 因为这条声明呢一直强调是回国 回国的话意味着就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们的护照并不是中国的话 那应该是不成立的 而且它在后文也标注的 确实要中国公民才可以 所以说这段时间 美国华人想要回中国呢 应该是比较困难了 感谢观看